说到大众甲鸽虫 大家可能只会联想到可爱的一面 但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 它也能让超跑只能在后头吃灰 而且是靠着一具排气量 仅有2.0升的涡轮增压疫情 加上为追求急速而生的 全车重度改装 由大众与来自美国家州的改装厂 THR Manifestor的携手合作 将一部搭载EA888系列的 2.0升天塞涡轮增压引擎的甲克虫 经过更换活塞连杆 图轮轴与7-2.0组件 再装上更大的涡轮增压器 一举成功压榨出高达540米最大马力 以及579米的最大扭矩 但仍维持前驱的设定 因此为了对应强大的动力 让车辆能够顺利完成急速测试的挑战 改装团队还特别在前轴 安装限滑差速器 并且大幅降低悬挂高度 换上了岩潭地形专用的特质轮组 还不忘在车尾复化量度减速散 连从车内也比照赛车 加装防滚炉 赛车椅 多点是安全带等安全部品 最后这部名为B等LSR的 重改甲克虫 在位于美国犹他州沿湖城的 和纳威尔岩潭赛道上 跑出了大约每小时330.11公里的急速成绩 在现场见证这项挑战的记者更透露 如果不是烟滩地形的话 其实还可以跑出更高的急速 这似乎也证明了EA888 TSI引擎 所拥有的强大潜力